現在我將這些經文說出來 如何發言神屬性 你會發現有些經文很明顯有神的恩典和屬性 有些是要背後去找的 這是有時也不容易的 我先說馬太十一章 這是第幾頁 第三頁 馬太十一章二八到三十節 凡有負擔重擔的人 我借你倆我借你們安息 耶穌說我心裡有何謙卑 你們當父我欺騙學我的樣色 你們心裡必得向安息 因為我的欺騙是容易 但不知是輕省的 在這裏耶穌是有明講祂的屬性 也有暗講祂的屬性 在第一句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去祂那裏 祂就像我們得到安息 這裏即是說 總之我們去到耶穌那裏就有安息 這件事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 我們不能夠跟人說 你連我那裏就會安息 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那爲什麽耶穌會有這種能力 因爲祂本身就是安息的主 祂是完全安息的 祂有能力 祂有同時安息 所以你幾多煩惱都好 去到祂那裏 祂可以幫助我們 而首先是神自己安息 那些安息法 其實祂要做的是億萬樣東西 是每秒鐘都億萬樣東西 是不斷地做著 祂在做這麽多樣東西 祂真的很有能力 但祂做得來是不急 又柔和謙卑 又很有條理 又很有計劃 所有人的東西 全部一齊 全部 fit in 一個計劃 那這就是神的能力 譬如我們對比 人所表達的那些圖畫 或者人所表達的那種有大能的 譬如有些漫畫 拍到那些很大能的超人 那些那些 祂不會是很安息的 不會有何謙卑的 祂是很有能力 有能力 不是一定有何謙卑的 尤其說廟那些偶像 就更加很兇死 一點都不安息 跟耶穌比是很不同的 耶穌又沒有能力 祂又安息 那這個是神的特質 祂的裡面就是安息 祂完全在裡面是平靜 非常之平靜 又很柔和謙卑的一位神 祂自己安息 做這麼多事情 還有那些人 一去到祂那裡 立即便安息 立即可以有平安輕散 祂又將那些重膽釋放出來 那這個就是神的第一個屬性 然後祂說的第二項 就是祂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就是耶穌祂很溫柔 又很謙卑 那祂怎麼謙卑呢 我們每一件事都可以去形容 溫柔 祂怎麼溫柔呢 那些人要罵祂又不是罵 祂去接納引導 祂讓祂知道祂是罪 不過祂不是罵祂 那彼得就說我一定會站穩 然後耶穌就說你今夜 雞掉以仙 你要三次不應說 耶穌說的時候是沒有罵祂的 沒有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反省一下 你為什麼會這樣 祂是沒有用一種 令到祂不舒服的方法去說話 祂是很溫柔地跟祂說 祂的溫柔表現出什麼的質素呢 祂接納 祂接納人 祂給人機會 祂不排斥人 祂不會令到人覺得沒有用 沒有價值沒有意義 祂又可以將人的價值提升 這個就是耶穌那種特質 祂有安息 祂也能夠令到人 祂接納人 令到人覺得有價值 祂又謙卑 怎麼謙卑呢 祂為我們來到世界上 被人拒絕 祂都一樣 照樣地這麼溫和和廣道 即是那些法利上人 一直排擠祂 耶穌沒有說 你整天都這樣 我不跟你廣道了 你們快點走 我今天要回去 我自己祈禱了 你們不要再來 祂沒有這樣 祂也沒有叫那些法利上人 你不要再來 那些法利上人 那些法利上人 經常都不請自來 走到聽他說話 但就在那裡慢慢批判 其實很明顯 他們的眼光是不好的 但耶穌並沒有 因為他們不好 就變成了 祂說的道 就變成了 罵人 祂真的向法利上人 祂就會指出他的錯 但祂向那些人 一樣是溫和的 和謙卑的 為我們寫實字架上 是非常羞辱的刑罰 因為 神是簡選這個刑罰 這個刑罰 是最痛苦 和羞辱 其實正經說 是 我姨和女姨都脫了 其實是齒身露體的 歷史記載也是撤身露體的 是那些畫家畫的時候 真是不好意思 耶穌撤身露體 真的太不可以 不可以畫出街 所以 就找一條布 搭著 但事實上 神的兒子 居然為我們撤身露體 多羞辱 為了叫我們得到 神的救恩 除去我們的羞辱 這是很謙卑的 他謙卑到最羞辱的狀況 來救我們 並且 他不斷服侍我們 也是他的謙卑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 我們多少次不聽話 他一樣的謙卑 慢慢引動我們 這就是神的那種屬性 我們越想 你有空想 我多少次不聽話 想回那些最壞的 即是我們曾經最壞 做過最差的事情 我們就想回 為何我會做這些事情 聖靈都感動我 我也是照樣不聽話 我也是犯了罪 得罪你 但你依然繼續感動我 你依然沒有排斥我 依然給我機會 我們就看到他 柔和謙卑 即是真的這麼柔和 這麼謙卑 當耶穌這麼柔和謙卑 他就說 你跟我一起 我們一起 一起同工 即是說 你扶我握 我用一個字眼 即是我用的字眼 都用一個方式 就是 我們一起同工 好嗎 這樣是不是很多 即是說 那你只要做事 我們一起同工 因為為什麼同工呢 我和你一起扶我握 是我的握 你和我一起握 不過我握 是不平衡的 為什麼不平衡呢 是哪邊重一點呢 是耶穌那邊很重 我們那邊是很輕的 因為我們只是做 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他就會成就 所以 真的很特別 他說扶我握 而他是握 大部分 絕大部分 我們不是負責的責任 我們只是 我們不負責的後果 我們只是做應該做的事 又學我的樣式 即是說 耶穌那種溫柔 興省 喜樂 你學我的生命 學我的那種輕鬆 即是他那種本質的輕鬆 即是你們心裡必得向安息 這個心其實在原文聖經 就是Psyche 就是我們的靈魂 你可以查 查這個 我講到那個 Blue Letter Bible Strong's Number 看到這個字 就是我們的靈魂 你的靈魂就會得到 得到這個安息 這個安息 跟第一個安息 很明顯不同 講了兩次 第一次 就是你來耶穌就行了 第二次 就是跟耶穌一齊同工 和學耶穌的樣式 這樣就會整個人鬆散 整個人就會 在裡面 我們靈魂的深處都有安息 所以 越想享受神 就越跟耶穌一齊同工 和學耶穌的生命 就會有這種深層的安息 然後跟耶穌最後一句 亦都是 講祂屬性 因為我騙是容易 我淡子是輕散的 那屬性是什麼 隱藏的屬性 就是 它是會令到 我們所有人 去扶祂的騙是容易的 它是 揹上了淡子的 所以 跟耶穌一齊同工是容易 我騙是容易 我淡子是輕散的 因為神會負責 祂屬性 就是祂會負責一切 所以 是容易的 那這件事 就是說 祂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祂是隨時幫助我們的神 當我們和祂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 雖然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 我們做了的時候 我們就不背了 不背後果 我只是盡力去做 我關心那個人 我真的關心他 我真的愛他 但是我們沒有能力 因為我們一背著 我們就會很重 我們就會很辛苦 我們就沒有力量 就沒有喜樂 因為神想我們怎樣呢 神想我們就 每天輕輕鬆鬆 依靠耶穌 我 依靠耶穌有力量 然後我一服侍神 我就輕散了 神就想我們這樣的 這樣的時候 如果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 每個都是開心心 譬如帶人去信耶穌 他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也這麼開心 那些人就奇怪 為何你還這麼開心 這樣就會看得出我們的生命 所以這裡 耶穌說到他的屬性 在這個經文 是說得很美麗的 他有億萬的做 他依然這麼輕鬆 他又 柔和謙卑 他又 和我們一起扶這個握 他會揹著那個擔子 他又 他有個很好的生命的樣式 我們可以學 然後呢 他又會 他令到我們的握很容易 我們的擔子很輕散的 不過很多基督徒 就自己拿苦來生 這個就是 反面例子了 很多基督徒是拿苦來生 因為他明明耶穌叫他 你不要揹著擔子 但我們就仍然揹著擔子 所以自己拿苦來生 就很辛苦了 侍奉得 沒有力 枯乾 經常看後果 這樣的時候 人就辛苦了 就沒有力了 但如果我們經常親近神 從神得力 又將一切交給神 我知道神搞定 神是很輕散的 他付了一隻擔子 那我們就輕散了 正面例子就是 當我們真的依靠神 贊給神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做什麼 那時候就輕散了 贊給神 敬拜神的時候就輕散了 我們嘗嘗試奉的時候 都是這樣輕散了 那如何輕散呢 就是 發覺自己那樣揹著 我們就一直說 神揹著 我不用揹著 神揹著 我可以放手 一直宣告到 我們真的鬆了 人整個人鬆了 越來越鬆 在祈禱的時候 越來越鬆 心鬆了 鬆了 追求一個高度的輕散 這個都是我經常追求的 我親近神的時候 從頭到腳 放鬆了 耶穌我忍愛 我愛著天父 Hallelujah 我不用擔心 總之神在我裡面 我就會有果效 我回應神的同在 我就會有果效 那人就鬆了 在我親近神的時候 盡量將神力放鬆 又鬆又鬆 阿利路亞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很漂亮 耶穌的生命 非常美 非常美 好 OK 好 我們 我呢就 因為這本聖經 我攝住了 我就用那個 伊佛所書第六章 講到這個 全府軍裝那裡 伊佛所書 是第幾頁的 你們去聖經茶 知道 第四頁 OK 這裏在這個經文 在我一邊 讀的時候 一邊講它的屬性 在伊佛所書第六章 第十節開始 我以為有無理的話 你的卡就是處於 以太太的大能大力做光強的人 這個就是 神的屬性 就是祂有大能大力的 而祂能夠叫我們光強的 祂是很光強的 祂有大能大力 所以我們有祂就有大能大力了 就是將著神所賜的全府軍裝 其實我們留意這些字 全部都是講到神的能力 祂不是講到人有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靠著主 依賴祂的大能大力 就穿戴神所賜 神給你的 神已經預備了 這個全府的軍裝 也就是說 會全面性保護我們 神是全面性保護 神是全面性得性的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是完全勝過魔鬼的 神是得性的 因為我們不是從 熟血氣的爭戰 這裡講到我們的敵人是誰 是跟那些執政掌權的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以下 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就是跟這個管轄這個幽暗世界的 魔鬼邪爭戰 他是很強勁的 不過神是給他強勁 億億億萬倍 無限倍數的 好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就拿起神所賜的全府軍裝 就是神給的 神給的全府軍裝 在這個磨賴日子底當仇敵 就成就一切 萬能集立得住 就是神有這副 神自己有全府軍裝 必須將這個軍裝賜給我們 祂是得性的 祂是將這個得性賜給我們 叫我們 成就一切之後 更能夠集立得住 就是祂是集立得住 也叫我們集立得住的 所以站穩 站穩 以靠神 站穩 神一定幫我們 用真理當作帶子 這個就是 神的質素 神的質素是甚麼 祂是真理 祂有真理 祂是真理 祂是有一切 絕對的真理 能夠救我們 能夠拯救我們 能夠給我們 能夠給力量我們 有真理 我們的信仰是完全根據真理的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這個公義第一 就是神的義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就是基督的義 即是在神的眼中 在二塞書內一章十節講到 我們就有這個兒袍 好像新郎戴上華官 新婦配戴裝飾 那麼美麗的 就是在神的眼中 我們好像耶穌那麼聖結 所以神就是聖結的 而神將聖結賜給我們 因為耶穌的言故 賜給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以這個公義 耶穌的公義 作為我們的護心鏡遮空 也都是我們的公義 第二個就是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這個基督徒所行的義 當我們行在這個義中 生命裏面就沒有破口了 但這個能力會行義 都是神給我們的 有神的生命 我們才能夠遵從神的吩咐 然後有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著腳上 就是說 神的福音 神的救恩 祂的good news 祂的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神的好消息 就是神本身就是好消息 你想想 天地有為創造我們的神是好消息 祂救我們是好消息 祂幫我們是好消息 祂幫我們是好消息 祂為我們預備的計劃是好消息 我們就有這個好消息 神在身上 就時時去傳陽福音 也都可以活在這個福音裏面 然後就信德 當作藤牌可以滅盡 惡者一切的火箭 這就是保護 惡者不斷攻擊 就是用 用控掃 魔鬼 就是昼夜控掃 弟兄 昼夜控掃我們 但是我們有信德 信心 信心其實是 尤其是中文 信德 我不知為何 反而是信德 好像有種德行的意思 我就覺得 因為它本身就是faith 我就覺得這種信心是更加好的 信心 它原文就是faith 沒有說到有什麼德行 這樣就當作藤牌 即是說 信心跟行為相對的 行為就靠我們 信心 我信耶穌是做到 祂答應 我就放心 神做事 我就放心 所以呢 就是我信靠神 就可以抵擋魔鬼 攻擊 怎樣抵擋呢 魔鬼說你沒有用 我相信神說我有用 魔鬼說你做錯了 我相信神是正義我的 魔鬼說你是不會有什麼發揮 但我相信神告訴我 我會發揮 所以祂說什麼 我就用神的話語回復它 全部都是神的質素 就是神裡面有無限的恩典 我們有信心 信心就是鑰匙 信心就是將神無限的恩典 放在身上 有很多基督徒看完聖經 是忘記了應用的 就是完全忘記了 很多經文是忘記的 神在想念我們 祂又忘記了 神經常跟我們一起 也忘記了 於是在困難的時候 經常都擔心 但如果我們說 我相信 神說祂在這裏 祂就在這裏 祂掛念我 祂在幫緊我 祂在幫緊我 祂在射給我就射給我 祂在射給我 所以信心就是鑰匙 魔鬼用什麼火箭攻擊 都攻擊不了 就戴上救恩的頭盔 或者神的救恩 好像頭盔保護著 他們那時候射箭 或者兵器 都不能打到頭 神的救恩是保護我們 就是神保護我們 神是保護者 他的屬性就是 又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這就是攻擊性 神的話語就是寶劍 就是可以攻擊的 可以打贏魔鬼的 可以我們得性的 那這個屬性是什麼 神就是warrior 神是戰士 神是得性的戰士 我們有神的話 就可以打贏仗 靠著聖靈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在此景勝不決 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做的 就是我們靠著聖靈 靠著聖靈 隨時的多方討告 事事在聖靈裡面 多方的討告祈求 並且景勝不決 為終聖道祈求 我們看到這裏 我們看到 這個 全副軍裝 全部都是神預備的工具 這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 很多人覺得 打十年爭旨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打 去宣告 打贏魔鬼 宣告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這裏所說 我們捉實了神 給我們一切的 應許和它的質素 就是它的真理 它的公義 福音 這個信心 救恩 聖靈的保健 神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神 給我們的東西 就可以打贏魔鬼了 所以根本神就打贏魔鬼 那我就聽過 有一個人釋經 他就這樣說 耶穌是說 我已經賜給你全面 可以踐踏石頭蝶子 又可以 勝過仇的一切的能力 斷滿了什麼能害 你們 我來說 我就覺得 神已經打贏了 我們可以踐踏石頭蝶子 他的解釋是甚麼 他說 所以你要不斷踐踏 你要不斷去攻擊 不斷去攻擊 但是 到底這個經文是說 耶穌已經打贏 我們信靠神 從神有親密關係 就已經打贏他 因為我要不斷 就是我要不斷奉耶穌靈 這個入了來的邪靈 我要踐踏你 這個地區的邪靈 進來這個教會 在我們身邊中 我踐踏你 我踐踏你 不斷地踐踏 他就覺得 我要不斷地踐踏 我就在攻擊魔鬼 我們由甚麼經文去回答這個問題呢 耶穌說 他怎能夠進去搶奪這個壯士 除非他將這個壯士已經捆綁了 所以他已經捆綁了 所以我們搶奪他 所以根本已經打贏了 不是我現在呢 魔鬼是說 踐踏你 踐踏你 捆綁你 不是我現在捆綁他 耶穌已經捆綁了 我們是搶奪他 即是說 不是我們現在去打贏魔鬼 我們是拿著耶穌的德性 去 即是 難阻魔鬼去攻擊任何人 也都去把魔鬼手中的東西拿回來 即是魔鬼已經輸了 我不是說 我猛地去捆綁魔鬼 魔鬼才輸 是魔鬼已經輸了 我是將他拿了的東西 他搶奪了靈魂 拿回來 即是 已經打贏了 但我再努力仇敵 我就從他手中拿回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我的看法 就不是我們現在去打贏他 是已經打贏了 我是他手中拿回這些東西回來 我將人救出來 即是這個是我對於 這個純爭爭的看法 我聽說是否保持到神的關係 可否這樣解釋你 我們保持住用神的關係 我們保持住用神的關係 我們本身 我們本身保守自己 但我們都搶奪 即是救人 以及堅固人的靈魂 我們就在打仗 將人 從魔鬼手中救出來 意思是這樣 我不是要搶了魔鬼 以後救過人 我是 耶穌已經勝過了魔鬼 我是相信耶穌得勝 所以我不用怕魔鬼 我將人拯救他出來 讓他得到耶穌的救恩 即是我不是去打了魔鬼 然後去把那些人救出來 而是我有神的同在 我幫助那些人信靠神的恩典 當我們捉實這個英雄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脫離魔鬼的權勢 即是已經 根本是他們被魔鬼控制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將真理說給他聽 所以 方法就是將真理說給他聽 解釋給他聽神的愛 神的德性 讓他明白神的真理 當他相信和處理生命的時候 魔鬼就沒有權了 即是我們的工作就是在 建立他和神的關係 而不是 有些人是祈禱 是經常對著魔鬼的 奉耶穌的命 他不是 趕邪靈 我們就要對那個人趕邪靈 但是 有很多人就不是這樣的 而是說 我要打贏那些魔鬼 邪靈 靈界的勢力 全部要走了 他就去 再做回耶穌所做的事 我看這個經文 我就看不到 經文有叫我們這樣做 我想問 那些人如果有邪靈的話 是否每一次去出邪靈 我們就要做捆綁呢 如果你以這個經文來說 不是 因為 其實一早已經是被捆綁了 其實耶穌趕邪靈 全都沒有用捆綁這個字 就是叫他出去 那我自己就覺得 那有些人就說 為何我們趕邪靈 那次耶穌這麼快 尤其有一個 門徒趕不到 找耶穌 耶穌一趕就趕了 為何這麼厲害 第一就是 的而且確 我們和耶穌是不同的 耶穌是 祂是 祂是完全的聖結 完全的 走在神絕對的旨意裡 祂也是 祂本身的神 所以 邪靈立即聽祂的話 很明顯 在門徒那裏 趕邪靈都不是一樣 跟耶穌趕邪靈都不是一樣 譬如說到醫病 寶羅和提摩泰 和伊巴菲體 達洛菲窩都有疾病 所以我們和耶穌是很明顯分別的 但不代表我們不用這個權兵 我們用這個權兵為人祈禱 即我們不是絕對的健康 但我們依然用這個權兵 我們趕邪靈的時候 我覺得是人 因為沒有聽話 所以邪靈不走 即是人不聽話 所以邪靈就不馬上走 但他肯聽話的時候 邪靈立即走 即我見過有些人很快趕走 也有些人 趕來趕去也有 因為他始終都在一個範圍裡 OK 好 我們繼續看 下一處經文 馬拉基書 這三章這裡 在這個經文裡面 有說到恩典 但有很多是沒有直接說出來的 你說到說 將十分之一奉獻給神 和當獻的祭物 兩樣的 一個是十分之一 和當獻的供物上 這裡 神的恩典是什麼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是豐富的 神是樂意給人的 神給我們很多很多東西 神給的東西 其實是遠超過我們的入息 我們的入息 就是我們賺回來的錢 但神給我們不止 我們賺回來的錢 神給我們身體有健康 有生命 有我們很多各樣的東西 我們人的質素 聖靈的同在 這些都是神給的禮物 所以其實我們奉獻那裡 是從我們賺的錢拿出來的 只是我們賺的錢 而我們不是賺的東西 也有很多是禮物 所以神是厚賜眾人 有一個職責人的神 有很多很多禮物 首先祂給了這麼多禮物 祂想我們學習 去奉獻 將自己獻上 這個跟耶穌說到 人家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 生命和益處 是有相連的 神裡面的真理是這樣的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這個是神 這個是世界 我們抓住神 就是一切 抓住世界 就什麼都沒有了 賺得自己的 自己的生命 反而賠上生命 是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神就想我們捉實祂 祂就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我們捉實祂 就有封聖的恩典 在馬拉基書裡 就是神是有封聖的恩典 祂是完全封聖的 如果我們捉實祂 我們肯聽祂的話 神的恩典就 圓圓不絕 就會打開天上的窗戀 傾覆於我們 就是說 神是掌管這個恩典的流動 這個流動在神裡面 實際都很樂意賜給人 不過人聽話的時候 他是收不到 一個原因也是這樣 除了說 神不喜悅他 還有另外的原因 比如說 神很想將喜悅給人 但是這個人 經常都不祈禱 不親近神的犯罪 他根本收不到這個喜悅 就是他沒有能力收到 除了說神不喜悅他 所以不將禮物給他 就算神給他 他也收不到 我們感謝神 神就是 他有很多禮物 很想給人 當人聽他話的時候 信服他的時候 抱著他的時候 神是最好的 所以我樂意奉獻 這樣的時候 神就將 一切的封城 的恩典給他們 OK 就是說我 首先講到 神的封城 然後講到奉獻 而奉獻的心 都是神感動人的 人為何會願意奉獻呢 似乎奉獻是損失 但其實不是損失 因為 在《路加福》裡面 都有講到的 你們要吸 中文翻譯 加了一個淫字 其實原文是沒有淫字 英文聖經就是翻譯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你給 那給什麼呢 奉獻和幫人 即是吸人 就好像給錢人 經文其實不是說給錢人的 兩樣的 奉獻和給錢人 這樣神就會 很多很多給你了 用十足的星斗 九年要大岸上尖下樓 倒在你的懷中 即是神是很想 將很多禮物給我們 祂是一個 樂意給我們禮物的人 當我們信靠祂的時候 那些禮物就圓圓不絕地 湧留在我們裡面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這個 什麼十字架 這個 經文 這個 在六 六 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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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說 如果有人跟從我 就當寫給天天背 他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 那些喪尿生命 凡我 一喪尿生命 一救你生命 人也賺到全世界的喪尿 自己賠上自己 有什麼益處呢 凡馬虎的道 當作可恥的人 者 他自己榮耀裡 並天使 和聖天使 的榮耀裡降臨的仇 也都要把人當作可恥 我實在告訴你們 贊助者裡的人 有人在未嘗死未之前 必看見神的國 這個經文 基本上是講到責任的 沒有直接說出恩典 但是有間接說 那間接說是 你賠上自己的 你為我喪尿生命 凡我為我喪尿生命 就必救了生命 就是說 神是想把封成一生生命給我們 所以一個平衡的經文就是 有人說十章十節 我來戀是要人得生命 為何得得更豐盛 神是想要人有豐盛的生命 但是當人觸實這個世界 反而沒有 因為世界是被魔鬼控制 魔鬼來到就要偷竊殺害鬼壞 他就會拿走我們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將這個東西給神 獻上自己的生命 反而就得更多 這個跟普通人的常理是完全相反的 因為普通人的常理就是 人不為己天諸地滅 一定要拿 那他的觀念是什麼 其實為什麼人會說 人不為己天諸地滅 因為他覺得我安全 我一定要拿 我不拿 天諸地滅 人都會殺我 什麼都會拿我的東西 因為他靠自己 所以他沒有安全感 但是神 就是萬有在他裡面 萬有都是他吩咐而有的 在他裡面 是有無限量的恩典 所以當我們肯將生命給神 神手就是萬有 一切在他手中 所有在他手中 當我們肯找到 這個恩典的來源 那位神 神就將一切給我們 用普通人的比喻 就好像 你要雞就不是要雞那些蛋 雞那些蛋 就有圈絕 但有雞就圓圓不絕 但是我們信耶穌 就不像想著他是雞 然後生蛋給我們 我們是想著他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不單是 不是單是希望祂祝福 而是我們恒福在他面前 要讓他完全作和 也都是在《約書阿記》那裡說到 就是 他是不是來幫我們的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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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做 也不是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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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來做你的主 因為他是萬有 所以呢 什麼都有了 一切的風聲 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恩賜 一切的機會 一切的道路 都在祂的手中 都在祂的手中 所以當我們為祂而放下 這一切 不要拔著世界的時候 反而就得到生命 但是抓住世界 反而我們就失去生命 所以雖然這個經文本身 就沒有直接 第一 就先講到神的恩典 先 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到 神的恩典和屬性 祂的屬性是什麼呢 祂是萬有都有 祂是慷慨 但是呢 只有世界 只有祂是恩典的來源 沒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 依靠祂給我們的世界 和財富 神想我們依靠祂給我們的禮物 神想我們單單依靠祂 祂是唯獨 祂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當我們觸實祂的時候 一切的恩典是會如言不絕 在我們生命之中流露 所以最聰明智慧的 就是將生命獻給神 為耶穌擺在一起 而擺在一起 也都包括將我們的 我們被人 這個被人接立 popularity 被人接立這樣放下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有講到 凡把我和我的道 當作可恥 因為世人會拒絕我們 他們會是 因為我們信耶穌 他們會拒絕我們 於是很多人為了保護他的明星 他就會不敢說耶穌 這樣的時候 反而他將來有一天 他會在耶穌面前可恥 這裏 神的屬性是什麽呢 神是有一切的榮耀 和尊貴 我們的身份 是會變為極度的尊貴 當我們在神裏面 我們就變為極度的尊貴 但有很多人呢 他就想靠自己得到尊貴 反而他得不到的 但如果我們說 神你給一切的尊貴我 神認可我 我就有一切的尊貴 是榮上加榮 榮耀加上榮耀 不緊要 每一次有人拒絕我 有福利 用耶穌說 是不是 如果有人因為我 辱罵你們 你有福利 每一次有人罵你 因為耶穌的如故 不是因為我們衰 我們衰就該罵了 不是因為我們衰 而因為我們信耶穌 而被人恥笑的時候 我們就有福了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說 榮耀了 在我心中說 神喜悅我 我是榮耀的 我榮耀神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但當那些人不肯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反而失去了他的榮耀 你發覺我先說了 神的榮耀 先說到我們肯放下這個世界 我也說到 神萬有 一切有 所以我祝福他 我們一切都有 即是在經文發掘 到有什麼神的恩典 OK 好 然後哥羅西書 多少張 多少字畫 三張 二十二十二十五十 三張 二十二十 二十四十八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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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你們不只選擇欣典經文 你們都選擇這些其他 這些是律法經文為主的 你們作報人的 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是逢 仗是土人喜歡的 總要全心誠實敬為主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仗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 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乃行不義的 必受不義的報應 主並不偏待人 OK 這裡說到 主要就是叫我們做 不要眼前侍奉 不是眼前侍奉 不是只是討人喜歡 而是全心敬畏主 尊敬主 在這裡有些什麼是神的屬性呢 這個難找的 神的屬性就是 神是最尊貴 祂是真正這個世界的老闆 因為這個世界全為祂的 全世界是祂的 當我們想著服侍人 那個心態 我們做的時候真的是幫那個人 那個心態 我是討人歡喜呢 我們就看錯對象 我們看不到原來神就是一切的主宰和老闆 祂是一個絕對的主宰和老闆 祂是掌管一切 一切都在祂手中 當我們認清祂是真正的老闆 祂是真正的主宰 這樣的時候呢 我就算是服侍人 那個人多臭皮 也好 聖經又說到 服侍不只是那些好的主人 那些乖屁的 那我的心想著什麼呢 神父我為祢做 祂很不合理 祂很苛刻 祂又不看得到我做的好事 祂就是猛彈我 猛要求很多很多 但是呢 我的心說神 我為祢而做 因為神是真正的老闆 神是掌管一切的 這樣的時候呢 神就喜悅了 神就喜悅任何一個人 是真心為了主而做一切的事 就算我們做家務 做家務可以沒有賞賜的 可以呀 可以 你上班可以沒有賞賜的 不過可以有賞賜的 當你做的時候 你說我要榮耀神 我一做家務的時候 有很多人呢 他只是想著做家務 照顧家人 神不看他為好行為 可以不是好行為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榮耀神 我要用神的方式 照顧我的家庭 讓我的家庭看到神的恩戀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的好行為 全部都算數 就是全部都算數 我在這裡做的時候 神啊我為祢而做 我為祢而做 我為祢而做功 我今生樂而做功 我榮耀祢 這樣的時候呢 神是喜悅的 我們真心服侍這個老闆的時候 這個天上的老闆的時候 神是很喜悅的 而這個老闆呢 第一 他掌管一切 他是真正的老闆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他呢 他呢 給予最好最好的工資 我們是什麼呢 產業 你從主 我們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即是有永遠永恆的基業 這個基業呢 是所有我們永恆擁有的東西 我們在天上有我們的家 有我們的住處 有我們的賞賜 有神的稱讚 這些一切是永永遠遠的基業 是無限量的 所以他是一個掌管萬有的老闆 他是掌管一切的基業 我們可以有最豐盛的 現在這個基業不只是將來有 今世都有的 今世我們都可以 祝福到很多人了 這個基業不一定你的教堂有多大的 有時候我們祝福的人 未必在我們的教堂 但是我們繼續祝福他 這個都成為我們的基業 每一個人我們祝福 都成為我們的基業 是我們 神就會給我們一個永恆的賞賜 今生賞賜 神就喜悅了 神就永遠紀念和賞賜我們 所以當我們用這個觀點去看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是 我不是做給他看的 但是我 這個要分清的 我真的想老闆開心 我服侍這個我想他開心 不過我真正 我不是為了討他歡喜 雖然我都會令他歡喜 可以這樣說 我一部分是想他歡喜 但是我大部分是想神歡喜 我不是想他讚我 他讚我我都會歡喜 不過我的目的不是想他讚我 我想他令他歡喜 因為我想神歡喜 所以我就會討 我會令到他開心 我幫他也好 我幫得他來 他很開心的 即不是說 我討神歡喜 我不討人歡喜 我對著人 黑黑黑面 即不是那種 而是我對著人的時候 我是歡歡喜 服侍他 我真的都令他開心 不過我的心 就不是令他開心為主 我是令神開心 那神就會起越了 因為我們所服侍的 就是主基督 我有一次聽到一個牧師 他是非洲的牧師 跟我說 他那個管家的觀念 我聽完 我覺得很特別 他說什麼呢 他說其實我們做什麼工呢 我們都是服侍主 這是合乎聖經 我們做什麼工都是服侍主 而我們收的人工呢 都是神的賞賜 就不是你做的工賺的錢 即不是你做的工賺的錢 而是神透過這份工賞賜給你 而我們做的工呢 其實是服侍神 即每個人都服侍神 然後呢 神就會給我們工 以及各樣的賞賜 都加給我們 即他這個觀念 我覺得都很好 即我們看到我們的人工 或者我們有的家人的照顧 這些一切都是神給我們的賞賜 來的 我們得了基月為賞賜 神的屬性是祂紀念我們所有做的好事 祂會紀念祂一定會賞賜 祂不會虧待人的 祂比我們的遠超過我們所付出的人 因為我們所侍奉為基督 那行不義的就必受不義的報應 但也很有因點 當這個不義的人幾不義都好 祂悔改神一樣 神就想警戒我們 讓我們悔改回到祂那裡 好了 人反面例子是什麼呢 人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人 事奉神就很想那些人讚他 想那些人看到祂多厲害 想那些人比較一下 以前那個領敬拜都沒有你那麼好 領敬拜真是特別好的 真是恩高很強的 那你就心花露放了 那時候呢 我們就恩主要小心 因為我們可以失去我們的賞賜 我們追求這些 注目這些 那我們一樣可以開心 那天神 把名義歸給神 真是 把名義歸給神這句話 一定要真心說的 有些人是口頭善明的 你做得好 名義歸給神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但是他真心說神不是我 我知道我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不聽話 你改變我 你更新我 你給我恩賜 給我機會 給我能夠去侍奉你 能夠侍奉你 真是你的恩典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心裡這樣說服自己 不是我賺回來的 這樣呢 神就歡喜了 就不是賺取人的歡喜 我先說服自己 我沒有說出反面的來自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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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得醫治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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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我 多數基督徒都是這樣 這些是沒有錯 因為神是喜歡給別人的 你來到教會 一定有東西 但是神喜歡我們 你收到之後 你就知道 施比授更為有福 我們收到 歡喜領受 但是我們跟著 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付出 但是很多基督徒 是沒有想過的 他經常 就算是侍奉 我們有時都會帶有一種 希望 多些人欣賞我 讚賞我 多些人聽我說話 我就覺得做了都值得 這樣 這都是我們裡面那種罪性 就是我們有一種 罪性在裡面 總是想 挖回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為罪性 但是神就想我們 真的放手 一切都不要緊 不要所謂 我做了沒有人 有回應都不要緊 但是我們不是說 又想沒有人回應 有人稱讚我們 多謝他 感謝天父名義 歸美天父 但是心裡面 就不要依靠這件事 OK OK 希望大家 這件事是需要變立的 但是你 繼續見到我的 你見到我的時候 你說這個經文怎麼找呢 你可以問我的 我可以告訴你 怎樣去發掘這個神的屬性 有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文 大家看到原來 什麼經文 你都可以找到 就算沒有明顯說的 都可以配合找到 而當人看到背後的 譬如說 原來大老闆是神 真正老闆是神 因為他長輩一切 他就知道我們做什麼 因為他後面說到 他會賜給我們基業 即是說他知道 是做了一筆事 他會基業 然後他會賞賜 而那個賞賜 是很永恆的 是有根基的 是產業來的 是永遠不會實去的 這樣 是不是人會更加樂意 所以說 好吧 我就討神喜悅 原來我每一次的心 想著討神喜悅 神就更加歡喜 和賞賜更加大 我都告訴別人 你同樣奉獻這麼多錢 譬如你一個禮拜奉獻 你就有一段意外 又要奉獻了 但另一個禮拜 感謝神 我有這麼多 譬如忽然醒悟 我有這麼多禮物 感謝神 我真是很甘心樂意奉獻給你 我很開心奉獻給你 同樣兩個禮拜 但一個禮拜 神說 你奉獻的 我不是很歡喜 但另一個禮拜 你奉獻的 我很歡喜 即是同樣有這麼多錢 但心態不同 是很不同 所以我們服侍的時候 想著我服侍主 是那個賞賜 神的喜悅這麼大 其實在我們的心中 都不是想著賞賜 就像我做了這麼多 加上加上看幾分 而是說賞賜都是神秘的 我們不配的 但我們歡喜的是什麼 最大的賞賜 就是神喜歡 神喜歡 神開心 神會笑 我試過一次神笑 感謝神 感謝神 我覺得我們追求這個心態 更加好 讓我們來看看 有多大的冠冕 好像有什麼賞賜 就是想到 就是這個小朋友 哄到我爸爸媽媽開心 他就很開心 就是我們慈奉的時候 我使得耶穌開心 在那裡笑 我就很開心 這樣不一定要我們做大事 什麼時候都說 耶穌啊 你令我這麼開心 我真的很想你開心 多謝天父 耶穌立刻在天上笑 耶穌就很有回應 聖經說到神是 天上是喜樂的 你悔改都喜樂 何況我們為神做 你發覺這些我都是用恩典鼓勵 神是這麼喜樂的神 神會回應我們的任何一件事 我們悔改他就歡喜 所以我很想悔改 和我很想做神歡喜的事 神一定會歡喜 那我討神歡喜 我心會知道神是紀念的 神一定會知道 祂會看到我 因祂而歡喜 神一定會很開心 那這樣的心態 會令我們更加有心 去服侍主和討神喜樂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 也不是就是說 記得 不要只要 你要記得 服侍的時候 不要只要看人 不要只要看神 這些就是做什麼 這些我們都要說 不過不要一開始就說 一開始就說到 神是最好的老闆 你做什麼 你只要你有心想著神 神已經開心到不得了 祂一定會記得 祂一定會有永恆的賞智 會致給我們基業 神是最好的老闆 祂會看到我們做好的事 就是用這件事來鼓勵 可不可以 都鼓勵自己 我都經常鼓勵自己 耶穌現在很開心 我現在親近神 神是很開心 我現在服侍主 神是很開心 神經病 的